各位兄弟姐妹祝大家平安 今日是上年期第27主日 让我们一起重念尽唐荣 上主你的旨意统于一切 谁也不能反抗 因为你创造了天地 和天下千奇万妙的事物 你是万有的主宰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与大家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主导兄弟姐妹 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感谢天主继续赏赐 我们能够实体参与感恩圣祭 所以让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 每个人在感恩祭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在主的台前 承认自己生活上种种的过法 我们求主和求教会宽恕 我向全能的天主 我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征圣母玛利亚 天是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瑞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瑞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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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榮 讚美祢 清重祢 朝拜祢 顯揚祢 感謝祢 主耶穌基督 獨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聖父之子 隨免世罪者 求祢酬煉我們 隨免世罪者 求祢撫停我們的祈禱 助載聖父之友者 求祢酬煉我們 因為只有祢是聖的 只有祢是主 只有祢是至高無上的 耶穌基督 你和聖神 同享天主聖父的光榮 阿曼 請大家祈禱 全能永生的天主 你豐厚的慈愛 遠遠超過我們所堪當的 也都出乎我們的期望 求祢廣絲憐 歡恕我們良心上的罪疚 賞賜我們在祈禱中 不敢祈求的恩寵 因祢的聖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祂和你和聖神 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 永獲 阿曼 請坐 今日的讀經是秉廉讀經 讀經一 恭讀哈巴谷先知書 上主 我向祢求救 而祢不誰聽 要到何時 向祢呼喊殘暴 而祢仍不思究 為什麼祢使我見到邪惡 人受壓迫 而祢竟坐視不管 在我面前 只有迫害和殘暴 爭吵不憂 辯論四起 上主回答我說 你寫出這神事 清楚地刻在板上 使人能流利 中毒 因為這神事有一定的期限 最後必要實現 決無欺詐 若慈而了 你應等待 祂必定來 決不誤期 看 心術不正的 必然消逝 二人必因祂的信德 而生活 上主的話 感謝天主 答唱詠 答句是 你們今天該聽從祂的聲音 不要再那樣心硬 你們今天該聽從祂的聲音 不要再那樣心硬 請大家前來 我們要向上主歌舞 齊向救助我們的盆石 高歌歡呼 一起到祂面前 感恩贊眾 向祂歌唱聖詩 歡呼榮任 你們今天該聽從祂的聲音 不要再那樣心硬 請大家前來 一齊府地朝拜 向做我們的上主 屈失時愛 因為祂是我們的真神 我們是祂牧養的人民 是祂親手所印度的羊群 你們今天該聽從祂的聲音 不要再那樣心硬 今天該聽從祂的聲音 不要再像在密尼巴那樣心硬 也不要像在密尼巴那樣 也不要像在曠野中 馬撒那天 你們的祂的祂 雖然見過我的工作 在那裡 他們還是試探我 考驗我 你們該聽從祂的聲音 不要再那樣心硬 讀經二 恭讀聖保祿中圖 自帝謀德後書 親愛的 我提醒你 親愛的 我提醒你把天主值我的佛手 所賦於你的恩慈 再次言起來 因為天主所賜給我們的 並非協助之神 並非協助之神 而是大能 愛德和慎眾之神 所以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俗證為此 也不要以我 這些為主被囚的人為此 也不要以我 為主被囚的人為此 也不要以我 這些為主被囚的人為此 但是要依賴天主的大能 為福音 為我 共受勞苦 你要以信德 及在基督耶稣内的爱德 把从我所听的见传道理 奉为无犯 且依赖那住在我门内的圣神 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福音前欢呼请大家起立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上主的话永远常存 这话就是全部给你们的福音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独圣勞家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中途向主说 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 主说 如果你们有信德 像戒指那样大 即使你们吸这火桑树说 你连根拔出 移植到海中去 他也会服从你们 你们中间 谁有牧人耕田或放羊 从田里回来 立即他说 你快过来 坐下 吃饭罢 而不对他说 今我预备晚饭 速上腰 治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以后你才吃喝 牧人造了吩咐的事 主人岂要向他道者 你们也是这样 既做员吩咐你们的一切 仍然要说 我们是无用的局人 我们不过 做了我们应做的事 上主的话 基督我们赞美你 请坐 今天的三篇读经 有一个共同的词汇出现了 就是信德 这个我们经常都听的了 这个主题 因为既然三篇都讲 我就用这个来做主题 跟大家反省 不过 今天的这三篇读经 讲信德的时候 可能给到一个 一个较新鲜的思想给我们 就是叫我们不要对信德 有一些误解 有时我们会的 我们的信德 使我们往往和效用挂钩 就是说我祈祷有效的 就好像有信德 祈祷没有效的 就好像没有信德 一个这样的想法 这个我就会说 是一种误解 不妨今天看看这篇 三篇读经 怎样帮到我们 去好好了解 真正的信德 是怎样的 第一篇读经 来自哈巴谷先知 时代就是 北国以色列 被亚述帝国灭了 哈巴谷的祖先就是被俘虏 冲军去到亚述 然后慢慢哈巴谷就出世 在一个亡国的环境长大 他眼见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受苦 看到残暴 迫害 邪恶 争吵等等 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当然了 以色列人一定会求天主 解救他们 但是结果就是怎样呢 先知就在那里埋怨 我们求都没用的 天主都不听的 这么多不易的事发生 天主都不理的 有些这样的埋怨 天主就回答他 就说真正的信德 你要是要相信 这些邪恶总有一天会消失 天主会战胜这些邪恶 结果就应该要怎样呢 二人因信德而生活 天主这样给了 先知一个这样的答案 即是说 你的信德不是看有没有效的 即使没有效 你都要继续去求 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德 二人因信德而生活 不是因为我求 立刻苦恶这些信德多有用 有时我们将信德和有用 拉起来 信德我求的是得到 这种信德是好事 求而不得我就在埋怨 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德 所以今天天主对先知说 二人因信德而生活 无论是什么环境 你始终会信邪恶 不会永远 天主是会战胜的 你怀着这份信德就重要了 二人因信德而生活 所以第一篇读经 能够帮助我们 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以为信德就是一求 就成功地得到你所要的 第二篇读经来自帝茂德后书 通常一般我们看保禄的书信的时候 都会认为帝茂德后书 大概是保禄最后一篇 写完这篇就没有再写其他 所以这篇可以说是保禄的遗作 《自帝茂德后书》是第二篇 最后一篇 里面有人甚至说这篇就是保禄的遗诅 他怎样对帝茂德说出他心里面所说 在这篇书信里面 保禄没有要求天主解救他 离开这个困境 他是坐牢 知道自己就要死 面对着一个这样的环境 他没有说天主你快点来拯救我等等 反而他知道自己死期将近 就劝勉帝茂德要怎样做 要他不要以我被囚的人为耻 你传福音 和我共受奴苦 即使如此恶劣 即使我因此现在又被囚 可能将来又被杀 你都要怀着信德 继续传福音 不要说你看保禄这么努力传福音 得到这样的结果 传来做什么 没有用的 你不是 应该要 无论合时不合时 也都要继续传 好像跟我一起 为福音 共同去受苦 这个是保禄很了不起的 这份才是信德 不是说我求天主就会解救我 这个信德真是大了 不是 保禄都知道自己死期已近 但是鼓励帝茂德 应该好像他一样 为福音 同上一起受苦 这是真正的信德 第三篇来自福音 上文说到耶稣说要入天国 信德不是那么容易 要从窄门进去 又要说要很谦信 助没席 那些很受人尊敬的法利塞人 诗制、经历 个个都被耶稣譴责 门徒听了之后就说 我们的信德真是不太好 所以主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德 我们觉得自己不够 耶稣就说了今天这一段 用了两个比喻去说信德 第一个就是用戒指的比喻 就是说只要你的信德 即使是小到好像戒指那么小 戒指的是很小 但是他会长到很大的一棵树 你都能够有很大的力量 只要你有信德 你就能够有很大的力量 但是他说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很容易误解 他就说 如果你对这棵植物说 连根拔起 移植到海中 他都会听你的 耶稣是在说比喻 不要将比喻的世界 等同真实的世界 千万不要回家 我怀着信德 对我家的盆栽说 从我的听众移植到我的露台 走 他不走 当然我不够信德 这些是误解 不可以这样的 耶稣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 耶稣想借 所以说你的信德 只要你有 这份信德 有很大的力量给到你 你用一个这样的比喻去说 你不要将比喻的世界 等同真实的世界 回去做这些无聊的事 所以不应该是这样的 耶稣说很多比喻 你不会真实地去实行的 耶稣说眼睛使你犯罪 你挖掉它 手使你犯罪 你斩掉它 你不会回去 因为我看了一些不正当的事 我就挖了自己的眼睛 不会的 这是一个比喻 比喻的世界 并不等同真实的世界 他想带出一个意思 忍痛你都要离开 使你犯罪的人、地、事物 所以第一个比喻 让我们看到 耶稣想说 信得最重要是有 不论大小 即使很小也好 都有很大的力量给到你 耶稣的信息就是这样 第二个比喻 是仆人工作的比喻 就是你努力去工作 但是记住 即使你努力工作 不要想着有多劳多德 救恩不是这样的 救恩是天主白白的赏赐 所以你做完之后 还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 我只是做了 righteous 我应该做的事 不是说我做了这么多 天主你一定要zzo给我 这种多劳多德的我们的标准 我们的原则 不可用在太坚 在主身上这一份信德要相信 我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 天主给我多少才能 我尽量为祂做事 得到什么东西让天主白白赏赐 这份是信德 不是多劳多得的 好 我们反省有关信德的主题 我们的确很多时有误解 是将信德和效用挂勾 我们常常会有 我们有时不知不觉 我们会讲同类的话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时我会听到有些教友这样讲 刚巧他那次念到一些经文 得到他需要的东西 他就很开心 通道去告诉别人 很靓的 你们试一下 这些东西是很靓的 你念了之后就有了 我们有时会不知不觉 会做了这些东西 这个不对的 这是一种不解将信德和效用挂勾 你有信德一定有用的 产生你所要的后果 这个不是信德 圣保禄已经说过 犹太人追求的是神迹 他们求的是希望神迹会发生 希腊人追求的是智慧 而我们基督徒追求的 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好像失败的 但偏偏好像是在失败里面 他为我们世人带来最终极的拯救 好像很没用的十字架 但实在是最大的效用 这个是要信德去接受 并不是说立时见得到的效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将信德和效用挂勾 这样才是真正的信德 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一些不应该有的误解 有时有些不对的就是 一切都是天主做的 所以我做不做都没所谓的 没用的 一切都是来自天主的 这又不对 天主给了这么多财干 我是要我和他的恩宠合作的 我要努力去做 结果是怎样 天主有他的安排 第二样好像不需要天主 我自己搞定了 我们这代的人已经生活在不需要天主的时代 两样东西都不对 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德是 我相信天主给这些财干我 是要我和天主的恩宠合作 天主叫我治理大地 我就听天主的话 尽我的力将天国带到人间 至于达成什么效果 这是天主的决定 我有一份这样的信德去相信 所以我需要和天主的恩宠合作 所以也让我们能够事事记得这一点 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这样的话 很有智慧的 无用之用就是大用 好像没有用 但是它的用处就是很大 信德就是这样 有时我们因为信德的缘故 要求我们祈求 祈求得不到好处 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都继续去求 这份就是信德 信德是帮助我加心和主的关系 不是看有什么效用 举一些很明显的例子 请问我们是不是为世界和平 最近是求得很狠切 每个星期都几乎求的 求世界和平 求了这么久 打得更灿烂 那你还求不求 表面无用的祈祷 好像无用的祈祷 你都继续去求 这就是信德 信德不是立时见效的挂勾 真正基督徒的信德 见不到立时的功效 我仍然相信邪恶 不会最终胜利 天主会最终胜利 这份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德 好像无用的祈祷 其实是有用的 因为它加深了我和主的关系 所以让我们今天听完这个主题 都希望能够把握到一件事 不要把信德和效用挂勾 以为这就是真实 我求的东西得到了 我是一个有信德的人 不是的 记住今天天主和哈巴谷先知所说的 二人因信德而生活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好让我们向天主宣发信仰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正玛利亚取得欲区 以圣为人 他在观察彼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升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环绕光荣地降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却赴于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欣崇 同享光荣 他曾直前之门发言 我信唯一 至圣至公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誓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各位专利兄弟姐妹 有我们这个团体 将我们每一个人 连同自己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与我们社会的需要 都向天上的慈父祈祷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 全能仁慈的圣父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只是你卑微无用的仆人 求你时常赐给教会上下 一份谦卑和坚定的信德 教我们不以主作证为此 而实行应该做的事 为此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请为世界和平祈祷 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近来俄乌 东亚等地方局势升温 除了对地域中的人民 带来恐惧和伤亡之外 地缘的国家 亦受到战争阴霾的影响 心爱世人的主耶稣 我们恳求你 启迪领导、领袖们 以智慧、勇气和爱心停止干锅 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幸福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请为香港的经济祈祷 恩宠之源的天主圣神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随着近日各地开市通关 香港亦努力恢复社会的经济秩序 祈求圣神 赐给我们智慧和盼望 并保守我们众人 在放松限制之余 仍能互相照料 注意疫情的变化 得到真正健康安心的生活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没 请为受危机的胎儿祈祷 爱护生命的天主父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生命是珍贵的因子 不过有些胎儿因不同的原因 而未能顺利出生 求圣父收纳这些胎儿的灵魂 并保护面对危机的胎儿和家庭 使胎儿顺利出生健康成长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没 天主父 我们看到邪恶残暴迫害 争吵不休时 或者会有忧门 烦恼 憤怒和失望等的感受 愿我们明白 心术不正的必然消逝 并求你教我们 持守对你的信德 愿意为迫害者祈祷 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 愿圣神将我们内心的请求 情想给你 求你以基督 这份招呼各种意想的平安 固守我们的心思念累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没 今次的天父 以上是我们这个团体向你的祷告 我们求你上次信德 比在座每一位兄弟姐妹 使得我们深信信德 不是和效用挂勾 即使好像无用的祈祷 我们仍然相信你是主在一切 我们这样祈求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 基督的名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玛请座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品 我们赐给我们的饮品 我们将大地和人力的产物 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的饮品 我们赐给你 我们将这杯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愿天主永受赞美 请起立 各位专业兄弟姊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请佔纳我们按照你圣子的命令 而举行的祭献 求你借此虔诚的奉献 聖花和救赎我们 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愿你们同在 愿与地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敬重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藉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基督怜悯人类的过错 甘愿由同精女降生 受十字架的苦营 救我们脱缅永死 又从死者终复活 赐我们永生 为此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的神圣 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C'Sion 上主万有的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护之声响前云少 奉主 Imm osob耳来的当受赞美 欢护之声响前云少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实在是一切圣得的根源 因此我而求你派遣圣神 祝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一今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你 把面饼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万餐后他同样拿起杯 又感谢了你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身而永久的盲弱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倾留 以赦面罪我 你们要为纪念我 而举行这事 信德的奥迹 基督我们全部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和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杯 感谢你 使我们能够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 圣血之后 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你随念普世的教会 我们的教宗方制觉 我们的主教周手人 以及全体教士 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随念我们的兄弟姊妹 他们怀住复活的希望而安息 并求你随念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享见你圣荣的光辉 求你随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能够同天主之母 同征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静佩圣药室 诸圣中途 以及历代敲哀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阳你 借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 一切诵经和荣耀归于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及与你同体的圣神 世世无穷 阿们 让我们一起用耶稣基督亲自教的经文 向我们的天父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弱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我们期待住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今世平安 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 永久脱免罪恶 并且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这样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赐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 永皇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尚愿你们同在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 徐勉世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避免世罪的天主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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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随免世罪者 今日来赴宴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书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传遇 领主荣 上主对信乃他 和尋求他的人 是慈善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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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graphics 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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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求你使我们借助所领的圣体圣事 获得饱育和滋养 并被所领的圣事所转化 因我们的主基督的名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苦手接受天主的降福 愿上主降福你们 保护你们 阿们 愿上主的慈颜光照你们 仁慈对待你们 阿们 愿上主转面谁顾你们 赐你们平安 阿们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 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 阿们 尼撒 离撒 离城 感谢天主 恩父 及子 及圣神 师命 阿玛 荣福一端 耶稣復活 假如基督没有復活 那么 我们的孙广 便是空的 你们的信仰 也是空的 格林多前书 十五章 十四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秀显阳 愿你的过来龙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空恶 阿玛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玛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玛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玛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玛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玛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玛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阿玛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阿玛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愿你同在 你在苦里中受赞众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众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阿玛 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阿玛 吴主耶稣 请宽算我们的罪过 助我门面地狱永火 求你把众人的灵魂 特别是那些需要你 怜悯的灵魂 令到天国里去 恩父及子及圣神 知名阿玛 别论 试图 小姐 我 我们 自己 怪你